今天是 哪位 教母 神仙教母 那我们这个教母 要为大家解答一下 我们小心说第五期的问题 我们保刷家事 不要杀青 剧组杀青后的空闲时间 露露有什么计划或者想完成的事情吗 让我看一看 看到的画面是 她在休息 她睡了一个好觉 然后可能调节了一下自己 在一些夜空雨的工作中 找回了一些很新鲜的状态 小小有来过东北吗 或者有机会想来东北玩吗 我之前跟君君去东北 当时我们说走就走 因为我很久没有拍过雪景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那个 我十七几年 19年拍了一组雪景的 那个白衣的那套古风照片 算是我第一组 让大家看到的古风照片 那时候我俩就是说 微信上突然聊 说去东北 说走吧 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束缚 放假期间 然后我俩就是 应该是先飞过去的 对 然后找了一个当地的小哥 别打了 试摸法 试摸法 快点 好 不打了 然后我们当时就去 朵基的当时是黑龙江 后来呢就去那个看乌松 然后后来我们就拍那个乌松嘛 就看到那个红衣服那种图 就是乌松 当时就拍了那种白色的那套 然后就叫巨人 那个时候我还年轻 就是不知道要保护自己 穿的很少 然后还下冰水 就是为了去拍那种 就是所谓的一个艺术 为了艺术 对 然后现在可能拍戏啊什么 还是会做点保护措施 对 稍微保护一下自己 因为身体就一个嘛 那个时候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就坐的是绿皮火车 我俩先是坐那个软卧 然后坐了之后又转硬卧 三个人挤在一个小长板凳上 然后外面就去看那个人出日落 所以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就是我很喜欢那种坐火车的感觉 就是在梦中 闻到那个泡面的味道而醒过来 旁边那些阿姨啊 然后也跟那些娘聊天 我很喜欢那种 能跟大家汲取故事的阶段 然后我记得当时东北 他就是吃那个冰糖葫芦 就是冻得邦邦冻的那种冰糖葫芦 太好吃了 我记得当时冷的 就是那个风吹在脸上 就跟那个刀瓜子似的 就是瓜的脸上就是可痛了 即使全部副武装也没有啥用处 但是又很喜欢东北的炕 就是你一进那个房间呢 都是温暖的 特别是睡在那个炕上面 秒睡就真的是 所以我很喜欢特别是东北菜 因为我到现在都很喜欢东北菜 直到可能就是有一些体重上的要求之后 就自己洗脑自己不喜欢瓜包肉什么的 对 如果给你一项超能力 最希望是什么能力 我之前觉得是顺移 想瞬间去某个地方 然后现在觉得呢 其实在路上也挺好的 然后能让我想想有什么超能力 要么就是修复 everything 要么就是暂停时间吧 或者是听懂动物的语言 我能听懂啊 你不知道吗 从小就能听懂 小时候我记得当时有个藏老 就是我爸爸朋友家藏老 就是他对所有人都很凶很凶 他看到我就一嘴要尾巴 就那一刻起来就觉得 我靠下跟他们能勾通一点 然后现在可能就是想把时间变长的那种能力 延时比如说我感到快乐的时候 我把这个快乐给拉长 然后我可能感到累的时候呢 我就让这个时间变快 但是也不能变快 就只要让快乐延长的这个能力 我感到快乐的时候我就 然后我就可以快乐翻倍 有特别想染的头发颜色吗 蓝色吧 如果真的要染 一个是红色一个是蓝色 就是那种 不是那种很艳的红色 就是那种纠红色 对 就是之前不是有个妹妹她染了一个彩色头 我觉得那个很神奇 但是我不知道她怎么得一直一直 就是保持那个彩虹色 她染了彩虹色刘海 就是你染完之后头先就是 她再长出来还是黑色的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就是 她得不停地去做这个事情 就很乐 但是彩色就是上去洗一洗 就会掉色了 嗯 休息时喜欢用什么方法来放松自己 我的休息时候 但是现在开始有开始看书 可能最近在训狗这一方面 也获得了一些快乐 因为我曾经觉得自己是一个 不足以有教育能力的一个人 慢慢的就是 会觉得自己可以照顾好小孩子 然后又发现自己可以教他们一些 就是让他们从一个很调皮的变成 就稍微不那么调皮 就是妈妈教育的很好 有没有调整不良情绪的小妙招 不良的情绪 因为我还是两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时间 就是不良的情绪 其实时间能解决一切 我从中学到什么 对于这个的话就是我得到什么而非 就是说我失去什么 就原来那些让你 承载的阴霾里的那些东西 你知道让自己有 价值存在的东西 让自己发光 好那我们今天 有问题就没有了 那么快续个魔法结束 来到这个地方 就得到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地方 我对得到这个地方 就是实力吧